一阵属于秋天特有的清香 弥漫在角角落落 很久没有遇到过这么舒适的秋天了 窗外的大树郁郁葱葱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泻下来 地上满是金灿灿的光 这样子像极了村口的那棵大树 爸妈最近在家门口弄了小菜园 身体很硬朗 奶奶腿又疼了 得剪点柴火回去 爸爸妈妈在城里说过年回来 还能给我带巧克力 同桌张峰去城里当学徒 好几天没来学校了 他会不会不回来了呀 有点想他 今天上课 李老师又开始咳嗽了 我们生病 李老师就叫我们休息 李老师自己生病了 还在给我们上课 他今天还给文方家里送了米 他真的很好 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李老师那样的人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李老师说 今年香港七月份回归了 香港也有长城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又长大了一岁 现在十四岁了 是个大人了 爸爸说 我跟祖国同一天生日 长大了 要报效国家 我一定听爸爸的话 这封信 我要把它埋在长城的脚下 我最喜欢的地方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城乡差距越来越小 镇上越来越繁华 从师大毕业 回乡支教算起 一眨眼 我在希望小学 已经教了十二年书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 走进高等学府 接受更好的教育 甚是欣慰 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国家栋梁 内心流淌至今的 教书育人的理想与信念 便不断翻腾 泛起更大的浪花 人越长大 越容易怀念过去 一会儿路过李老师家 给他送点水果过去 他和老伴两人在家 孩子们都出去工作 诗人浩荡 照顾他们是我的责任 更是本能 爸妈让我早点回去过生日 估计又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不知道二十年前 写的信还在不在 希望自己 能继续在这里教书 继续给孩子们送去知识 这封信 写给二十年后的自己 2017年10月1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